像多年的老朋友的感觉 会说多说点 OK 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也想说 想让我老高 一下脑海就出现电话 嗨 爱聊专访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文俊辉 我是张淼姨 先请两位互相介绍一下对方的角色 就是她是兔年活泼可爱的小兔 林超是高冷学霸 然后帅气暖心的林超 两位熟悉后 觉得对方和自己想象中的差别大吗 大 第一次见文俊辉老师的时候 就觉得她可能是比较高冷的 甚至我害怕说会不会不好相处 但是相处下来就发现 完全担心多了 就是她非常好相处 然后也特别的热情活泼 完了 林超人设破了 小兔的话 她比我想象中的会更加的就是热情 而且 你以为我会很文静 没事 你说 我刚才没听错吧 OK OK 对 就是非常的随和的 就跟她合作会有一种 就是很 像多年的老朋友的感觉 嗯 会说的 OK 林超和小兔是从校服到婚纱的青梅竹马 你们觉得这两个人是从哪一刻或者哪个瞬间对对方心动的 他们恋爱前后的相处方式有哪些变化 林超其实 一开始 对 一开始 对 小兔的话就比较感情方面反应比较迟钝一点 就她可能是慢慢慢慢意识到 事情没那么简单 事情没那么简单 OK 对林超转变特别大 林超会有一种就是在恋爱前很沉稳 然后就是一步一步来就是按自己的策划来的类型 但是没想到反而在一起过后就急了 乱了 这孩子乱了 急了 对 小兔的话就是 嗯 谈恋爱前他可能就大大咧咧的 然后谈恋爱后他可能会想要去学一些小女生 一点的东西啊 就是 嗯 对 这部剧是从头前到尾的小天剧 你们觉得最终最有童话感的一幕是什么 嗯 我觉得我们从头到尾都很有童话感 然后到最后 对最后 你从童星出道也参与了不少影视剧的演出 那未来有机会更希望自己能出演什么类型的角色 嗯 当然是想就是尝试多一点不同的感觉吧 嗯 就比如说那个三岁老师在那个组期间推荐的古装那种类型的 对 剧中林超有点小腹黑又超级爱吃醋 你觉得他最吸引萧兔的点是什么 嗯 他很专一很专情 对 然后从小到大的陪伴 你觉得自己本人的性格和肖兔是一个类型的吗 你和这个角色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 嗯 还挺像的 对 这可能是我目前演过跟我性格最像的一个角色 不同点的话 我可能没有一个青梅竹马 对 最后请两位一起安立一下这部剧吧 不看得有难咯 童话一般的故事 过了这条街 就没有这家店了 坏至此 还不赶快打开爱奇艺收看独家童话 可以 拍摄时片场最活跃的人是谁 毋庸置疑 我错了 OK 但问题就是那个 平时我的状态是属于工作的时候 会一直就是很 就是比较high的一个状态 但是进入林超过会得降下来 所以每天都是就是 很矛盾的一个 这个过程 追剧的时候会开弹幕吗 自己会发什么样的弹幕 我一般都会把弹幕给关上 因为我觉得 你不觉得看弹幕很有意思吗 因为我觉得看弹幕会打扰我看那个内容 有些人是这样子 对 我会开弹幕 我很喜欢看弹幕 有时候我甚至就看弹幕 不看字幕 对 但我不会自己发 近期最爱用的表情包是什么 可以模仿一下吗 就是那个 有一个 这个经常用双下巴 那个那个 还有那个人声的那个 那个人声那个 有一个就是那个 就是一个背景 然后就是万物皆空 我的话 就有一个拉不拉多 然后他的两只耳朵被这么揪起来 就是那种感觉生活把我揪起来 你知道那个 对 就那个表情包 OK 收到什么样的消息会让你秒回 放饭了 收到什么消息 放饭了 放饭了 吃饭了 吃什么 对 我想到一个就是 如果有人突然给我发 哎 我跟你说件事 我绝对会秒回 发朋友圈最常用的文案是什么 我们最近没有发朋友圈 对 因为我其实朋友圈 跟我微博发的差不多 对 是你自己在宣传 对 对 好像还真是 就是 我是根据那个 我的照片 然后就发 比如说我穿黑色衣服 就发个那个黑色的 对 然后比如说就是 花絮的话就发个那个 照相机 对 有什么事情是今天想做 但还没去做的 我想学车 想去自驾游 哇 学车的话 那我想去 有机会去学一下开飞机 哈哈哈 这样 就是那个 就世界游嘛 目标放大一点 OK 面对镜头 想一直支持自己的粉丝们 告个白吧 李起表白 希望大家能幸福快乐 身体健康 然后在有业余时间的同时 多多关注我们的独家童话 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对我的支持 然后我也会带更多的好作品 给大家 然后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